南韩MERS的疫情目前已经造成了11死126例确诊 有3例是痊愈出院了 国内当然也不敢大意了 昨天晚上北市联合医院和平院区接获通报 有一对母女两周前她们来到了韩国旅游 还去过爆发MERS的首尔三星医院 反台之后这对母女出现了发烧等等症状 因此赶快就医 索性已经排除感染了 但是现在大家都不敢到韩国 也影响到了航空公司的载课率 国内非韩国的班次总计就看了六成 南韩MERS疫情延烧 台湾再传疑似病例 北部一对母女因为母亲到韩国旅游 但回国后女儿却出现发烧咳嗽等MERS症状 索性检验扣只是一般感冒发烧排除感染 她的女儿的发烧一定是另外的原因了 女儿也没有出国 还有最重要的 她完全没有到过韩国三星医院 院方强调患者母亲并未倒挂 南韩三星医院 女儿也没有出国 传染几率低 但民众不敢大意 特别要小心啊 因为如果自己得到的话 家人照顾我们也会得到啊 所以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 不过现在去韩国旅客避之唯恐不及 航空公司载客率大幅下滑 为了成本考量纷纷减半 利隆航空台中道仁川首航延期 华信航空7月底前台中首尔航线全取消 加上母公司华航 每周飞南韩班次从42砍到14班 长龙松山高雄飞韩国全取消 总计国内航班就砍了六成 富含旅客锐减 不少民众则转团 像是香港适逢旺季 富港旅客不减反增 到香港的询问度不减反增 最主要原因是香港的房价 比去年同期降低了一到两成 所以我们到香港的旅客 增加了大概两成以上 不应疑似病例却步 台湾民众大局抢进香港旅游 但还是提醒防MERS 请洗手戴口罩 做好基础防护动作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